黄太极夺取大汗之位后,出于利用的目的没有处置多尔滚。 黄太极是否会因此而导致放土归山? 多尔滚会不会握心肠胆,卷土重来? 吸取较劲的多尔滚将会有何作为? 而他与装飞的关系将会因此发生怎样的变化? 几人海老师为您揭示多尔滚争夺大清地位之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集,几连海老师说道,在努尔哈赤死后的那场寒卫争夺战中,原本占有绝对优势的多尔滚,却意外地败在了势单力薄的黄太极手下。 但奇怪的是,登上韩魏的黄太极却并没有直接处置多尔滚这个危险的对手。 这岂不是要放土归山吗? 是黄太极出于兄弟之情,放了多尔滚一马,还是他另有什么打算呢? 一向功于心迹的黄太极,难道不怕多尔滚卷土重来吗? 而失败后的多尔滚,是熄灭了他争夺后今最高统治权的雄心,乖乖听命于黄太极了呢? 还是在暗暗地卧心肠胆,急去地点,等待着东山再起击火? 还有,莫读了自己的丈夫黄太极与多尔滚的这场血雨腥风争夺之后的庄妃,他又将何去何从呢? 而此,他为黄太极所生下的儿子胡林,也即将成为黄太极未来韩魏的记者人。 多尔滚,黄太极,庄妃,胡林,在他们表面微妙的平静之下,似乎隐藏着某种危机。 这口危机会是什么呢? 它又将在何时爆发? 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济连海将为我们讲述那个遭遇空前失败后的多尔滚。 看看他将如何在暗流汹涌的后继工程中重新崛起,并从中结识多尔滚争夺大清地位之名。 怀佳讲台正在播出。 首先呢,我们话说回来,从多尔滚争夺寒卫失败的时候,庄妃的想法谈起。 说起庄妃,我们大家都不陌生。 他在1625年,嫁给了黄太极。 1626年呢,正好就赶上怎么样? 就赶上诺尔哈赤去世。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还很小,他才13岁,还没有为黄太极生下一男伴女。 那这个时候,多尔滚争夺寒卫失败,他的丈夫争夺寒卫成功。 他心里面,肯定是很矛盾的。 第一,他很为多尔滚遗憾。 他为多尔滚遗憾只是从什么? 你14,我13。 哎呦,你看你多伤心啊。 爹死了,妈也死了。 转眼之间,孤儿寡母的。 你跟我怎么比啊,是不是? 我们家,你看,丈夫也在。 爹妈虽然说远点都活着啊。 你,哎呦,一小孩,多可怜啊。 你比我可怜多了。 是单纯的从童心的角度出发。 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儿时玩伴而伤心而遗憾。 但是更重要的,庄妃,他心里面想的更多的是什么? 是喜悦与矛盾交织在一起。 喜悦的是什么呢? 喜悦的是最终赢得胜利的,是自己的丈夫。 虽然这个丈夫大点,比自己大上20多岁。 但是那也是自己的丈夫。 赢得了寒卫。 矛盾的是,哎呦,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给他生下个一男伴女的。 将来我的儿子继承寒卫就好了。 于是话,现在的庄妃,其实每天静想那些什么,哎呦,我赶紧给他生一孩子吧。 说得容易,说得容易,做起来也挺难的。 我这一说,十二年就过去了,直到1638年三月功力,他才为皇太极生下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爱新觉罗福林。 说起多尔滚,争夺寒卫,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个失败对他的打击是不是特别大呀。 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什么影响。 咱不能说一点影响没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他跟一个三十五岁的人斗气。 人家多尔滚,年轻,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他可以等待。 什么叫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三十年对于他来讲都不晚。 你皇太极有几个十年,你没有,我有,我有的是时间,等待着。 所以,对于多尔滚来讲,他心里想的可能更多的就是,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要增长才干,增加修养。 现在我的处境,比当年你的处境难多了。 二十多年前的你,皇太极,你死了母亲,你自己就觉得事单利孤了。 现在的我,父母双亡。 我需要的就是,比你更加刻苦,比你更加努力,比你更加的小心。 所以我们说,经历过一次失败,对于多尔滚来讲,似乎应该说,完全不是坏事。 他对于多尔滚的未来来讲,我们可以说,多尔滚,你要想走向成功。 这次失败,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太晚了,你就翻不过身来了。 太早了,你也记不住。 也许就是这样一次,实际恰当的挫折,成就了日后的多尔滚。 但此时,沉浸在失败痛苦中的多尔滚,依然面对着许多的困难。 父亲努尔哈赤已经死去,母亲也在刚刚过去的那场寒味争夺战中死去。 姑婆伶仃的她,将要面对对她怀有戒心的皇太极。 年轻的多尔滚该怎样面对这众国的苦难,她怎样才能重新崛起呢? 我们首先来看,在战场上的多尔滚,她的英雄本色。 从1626年,多尔滚14岁,到1636年,多尔滚24岁,短短的,十年的时间里,多尔滚参加了六次对于其他民族战争。 这六次战争啊,其中有三次是对明朝的战争,两次是对蒙古查哈尔部的战争,一次是对朝鲜的战争。 在这六次对外战争中,多尔滚都显示出了她无与伦比的才干。 这其中对于多尔滚本身来讲,最为重要的应该是其中的两次。 一次,一次就是多尔滚对朝鲜的战争,另外一次就是多尔滚对蒙古查哈尔部的战争。 有人说了,多尔滚对朝鲜的战争有什么可圈点的地方吗? 没有,多尔滚对朝鲜的战争啊,赢得很轻松,很顺利,一路之上如如无人之经一般,转眼之间就打到了皇宫。 这有什么可说的? 然后人家签订了城下之盟,自己就退回来了,有什么可说的吗? 这中间对于他自己来讲,有一个可圈可点的,他从朝鲜的王宫中带回来了两名女子为妻,这两名朝鲜女子中的一个,回来以后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这个女儿是多尔滚的唯一后代,多尔滚的十个妻妻只为他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从朝鲜带来的,所以我说对于他个人来讲,算是有个孩子吧? 这是说的,争朝鲜对于他个人的价值之所在。 那对于大清朝来讲,对于他在清朝的地位来讲,最为重要的便是那次争夺与蒙古查哈尔部进行的战争。 说起蒙古查哈尔部,这个蒙古啊,分成漠南、漠北、漠西三大,查哈尔部属于漠南蒙古中最为强大的一致力量。 这个漠南蒙古呢,尤其是以查哈尔部为主,它与明朝的关系是十分的要好。 我们可以说,那叫配合得非常默契。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况。 每当后金政权,皇太极的后金政权向南进犯明朝的时候, 蒙古查哈尔部就从背后偷袭后金政权。 每当后金政权的军队,巴西军队撤回的时候,蒙古查哈尔的部队也就跑了。 你只要往南打,我就打你,你不往南打,我也不打你。 所以呢,这样后金政权呢,就形成了遭到前后两面夹击的态势。 就形成了对于皇太极为主,为首的后金政权一个致命的威胁。 所以,这个时候的皇太极,他非常清楚,我一定要除掉查哈尔部。 所以,在这十年里,皇太极一共前后两次出征蒙古查哈尔部。 第一次把蒙古查哈尔部打败,但是呢,他只是败。 没有受到多少损伤,在这种情况下,1635年,皇太极下令,多尔滚,这次你率领巴西部队,给我收拾蒙古查哈尔部。 这个时候的蒙古查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汗,因为前面的战败,已经退到青海大草原了。 到了青海以后,因为偶杆姬汗,最后病死在那里。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蒙古查哈尔部正处在群龙无首的阶段。 多尔滚此时授命出征,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多尔滚率领了八旗军,西出黄河,出了河套北边。 黄河有一个大拐弯处在内蒙古字区,他过了黄河大拐弯处往西点,到了托里图。 这个是一个地点,到了托里图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发现,前面有一支队伍。 打着白旗投降,向他赶来。 他一看,来人不是别人,正好是林丹汗的遗孀,苏太太后。 在苏太太后的带领之下,多尔滚的八旗兵,又迅速地趁着浓浓的迷雾, 又包围了林丹汗的儿子。 而鹅哲所率领的部落,当农物散去的时候,鹅哲发现自己被团团包围。 这个时候,多尔滚派人与鹅哲进行谈判。 谈判的结果是,这方表示投降。 结果,多尔滚这次出征,不费一枪一弹,便取得了完全意义上的胜利。 不费吹灰之力,便取得了出征蒙古查哈尔部的胜利。 查哈尔部所有人马细数归降。 你能不说多尔滚才能结出? 更为重要的是,多尔滚在这次出征蒙古查哈尔部的过程当中, 还从苏太太后那里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 说起这枚传国玉玺,那可是大有来的。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讲。 刚才吉连海老师说到,多尔滚在出征蒙古查哈尔部的时候, 意外地找到了一枚传国玉玺。 这让我们非常喜欢,从来就是帝王权力象征的传国玉玺。 怎么会不在当时的明朝皇帝手里,却在查哈尔部那里? 还有,这枚玉玺究竟是真还是假? 它究竟从何而来呢? 据说,这枚玉玺便是春秋战国年间呀, 楚国人便和所发现的那块和氏璧所磨制成的玉玺。 后来这枚玉玺辗转转落到了赵慧文王手里。 再后来呢,秦王将其遍去,就引发了我们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故事, 完璧归赵。 说这枚玉玺完璧完璧归赵以后,秦王不甘心呀,最终灭掉了赵国, 重新把这枚玉玺抢到了自己的手里。 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始皇时期,秦王汉兴,秦王子英最后在秦投降的时候将这枚玉玺交付给了汉高祖刘邦。 刘邦据此称帝,这枚玉玺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 他又辗转流落到了孙策手里。 孙策死后,这枚玉玺就不知下落了。 他哪儿去了呢? 在汉人的史书中,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据说,后来这枚玉玺实地上是被北方匈奴人给抢去了。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这枚玉玺一直流落在蒙古大草原上, 直至成吉思汗的时候, 他才又到了蒙古人的领袖成吉思汗手里。 可惜的是,随着元朝的灭亡, 明朝的兴起, 这枚玉玺再也没有了消息了。 他第二次从中国的历史上消失了。 这一下就是二百多年, 自汉至元, 这枚有着非凡经历的玉玺, 一直没有改变它的形状, 蛟龙为扭, 光气灿烂, 缺了一个脚, 那是摔的。 但是这枚玉玺哪儿去了呢? 二百多年以后, 苏太太后拿来的这枚玉玺恰恰就是那枚。 您说, 黄太极得到了这枚玉玺, 他得多么的高兴啊。 我连玉玺都得到了, 这不是上天在昭示着我, 应该称帝改元了吗? 多尔滚, 你太牛了, 你本事太大了, 出城迎接多尔滚的凯旋之士。 这个时候的多尔滚可不同于十年前了。 这个时候的多尔滚, 他进到沈阳城的时候, 一看到黄太极亲自站在当中, 所有的文臣武将, 还有黄太极, 所有的福晋们列队两乡迎接多尔滚的凯旋之士。 有了他, 黄太极便可以不叫大汗了。 有了他, 他就可以进攻中原了。 他认为, 这就是他统一中原的号角。 所以, 在他有了这枚玉玺以后, 黄太极立即下令, 当年改女贞为满洲, 第二年改金正权为清, 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大清王朝就建立了。 1636年, 黄太极得到这枚玉玺, 便称帝改元建立清朝, 黄太极便是清太宗。 说1636年元旦这一天, 这是旧历, 旧历元旦这一天,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春节。 元旦这一天呢, 年仅二十四岁。 1636年, 三月, 黄太极称帝, 正式称帝, 大封文武群臣。 多尔滚在他所封的所有的文武群臣中排在第几位呢? 排在第三位。 前两位是李亲王戴善。 黄太极和多尔滚的同父异母的哥哥, 这个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 第二位, 正亲王戒尔哈朗。 正亲王戒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弟弟的第六个儿子。 他代替了阿米。 这两个人都比多尔滚要大上好几十岁之多。 第三位便是多尔滚。 这个时候的多尔滚可不是个白鸡。 他有了一个自己冠冕堂皇的称谓。 这个称谓就是日后被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称谓。 和朔瑞亲王。 这个瑞聪明, 瑞智的瑞。 黄太极终于承认了, 除我而外, 这所有的人当中最聪明的就是你。 这也是对多尔滚的肯定吧。 虽然多尔滚的才能得到了黄太极的肯定, 一切也显得和谐而平静, 一派祥和的气氛。 但是, 从来就是功于心计的黄太极, 就会这样轻易地放过这个昔日危险的对手吗? 多尔滚会在黄太极手下就从此不服贴贴, 不思进取的吗? 黄太极也仿照着明朝人的样子, 也设置了六部。 六部的第一个部就是历部。 历护礼, 兵行宫六部。 主管朝政, 这六部当中的唯一首者, 我们也叫历部尚书。 这个工作应该交给谁呢? 这个时候的黄太极, 前思后想, 觉得, 哎, 我只有把这个职位交给多尔滚才更为恰当。 只有交给他, 我才最为放心。 这个时候你看多尔滚除了在外面能争善战之外, 这个时候的多尔滚在朝廷中, 他管理黄太极以下的一切官员, 不管你是老是少, 都得经过他的任命, 你才能够前去工作。 所有官员人等都要在他的手下, 这就为他日后的担任摄政王啊, 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历部尚书的任上, 多尔滚还利用一切时机啊, 抓紧时间, 打击那个背叛者, 戴善。 戴善。 你当初要保了我, 我会对你很欣赏。 你看, 你保了黄太极, 黄太极要收拾你吧? 你没保我, 我也得收拾你啊。 我要抓紧一切机会, 打击两红旗。 可巧, 这个时候啊, 发生了一个事儿, 说起这个事儿啊, 我们得解释一个词, 佛满洲和伊彻满洲。 女真人在诺尔哈士时期不断地征战。 诺尔哈士是建州女真的一部分, 她不断地征战, 每征战一个投降一部分, 她就把他们编入自己的旗, 开始是四七后来是八七吗? 这样呢, 投降的人有先有后, 先投降的被称为旧满洲, 旧满洲满羽, 就叫佛满洲, 新投降的呢, 就叫伊彻满洲。 结果呢, 黄太极时期啊, 他又征战, 结果又扩充八旗兵, 就有很多很多的新满洲, 也就是伊彻满洲人员来想, 结果这些人一看, 哎, 怎么你对佛满洲跟对伊彻满洲, 大于不一样啊, 这些人就于心不甘呀, 就跑了, 结果跑的人, 正好是谁手下的呢? 正好是戴善手下, 黄太极大怒, 你怎么管的? 结果, 这个时候戴善顶撞了黄太极几句, 哎呦, 黄太极还没不干呢, 多儿满不干了, 上书, 写了好几千字, 弹劾李亲王戴善, 削弱他的兵力, 他既然管不了以后, 咱们别人的旗扩大, 他这个旗就不扩大了, 您别说, 黄太极还果然就听了他的了, 以后别的旗, 他的势力越来越大, 两红旗, 你这连点人你都看不住, 你就别扩张了, 所以, 从此以后的正红旗和相红旗啊, 人数是死一个少一个, 只有死的没有天的, 你只要打仗就会有牺牲啊, 最后等到清朝末年的时候, 这个红旗的势力是最小的, 更为重要的是啊, 多尔滚这个人, 可不仅仅是善于利用自己的立不上书刃啊, 来打击别人, 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小聪明小算计的话, 那能成就日后的多尔滚的辉煌业绩吗, 那是远远不息的, 睿智的多尔滚, 他非常的聪明, 他知道, 要想打天下, 就必须重用来详的汉人, 所以多尔滚此时, 几次三番的上书给黄太极, 要求黄太极改变他们的父亲努尔哈赤时期的政策, 努尔哈赤时期的政策是见着汉人杀, 这个时候的多尔滚, 建议黄太极得改, 得重用汉人, 尤其是要重用范文成这样的汉人, 范文成这个人太重要了, 有了他呀, 多尔滚便有了一切, 他对于青初, 对于多尔滚, 对于庄飞,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他的情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讲, 在刚才吉老师的讲述中, 一个我们以前似乎并不认识的人, 范文成出现在历史的前台, 并且说, 他对于多尔滚是极为重要的, 那么我们要问, 这个范文成究竟是什么人, 他就对这个已经是战功赫赫的多尔滚, 如此重要吗? 说起来, 范文成这个人可不是一个凡人, 范文成他也是名门之后, 可谓是出身名门, 据范文成自己说, 他是北宋著名的丞相, 范仲淹的嫡系后裔, 提起宋朝的名相范仲淹, 相信我们大家都并不陌生, 最著名的作品, 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中最著名的句子,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曾经主持过 北宋两次著名改革中的一次, 庆立新政, 另一次是王安石变法, 在庆立新政失败以后, 他曾经被流放到湖南, 在那里, 他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 范文成本人呢, 他呢出生于1597年, 他在18岁的时候就考中了秀才, 所以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聪明,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想我考中了秀才, 我将来要大展宏图, 考中举人状运等等, 正在他做梦的时候, 不幸的事情传来, 三年以后, 他所在的这个地儿, 被诺尔哈什给占了, 诺尔哈什把这个地儿给打下来了, 诺尔哈什打下来以后呢, 一看, 全城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人家牲口三十多万, 诸位可能听了有点, 这怎么说话呢, 诺尔哈什就这么说的, 人和牲口三十多万分了, 男的杀了, 女的留下, 牲口留下, 然后这样呢, 三十多万人畜, 就被八旗给平分了, 这个时候的范文成, 就被分到了湘红旗手下了, 就分到了戴善的他的儿子月托手下了, 维奴啊, 他就当了奴隶, 开始给人家干活, 诺尔哈什, 黄太基继位, 黄太基继位以后呢, 那多尔滚不是上书吗, 要求开科考试吗, 要求你从汉人的声援中, 取一部分, 看他有聪明有才智的, 让他辅佐厚金, 还有后来大清朝吗, 黄太基一听, 可以啊, 这样黄太基就下了这么一个命令, 他说呀, 自古国家文武并用, 以武功堪祸乱, 以文教做太平, 朕今欲振兴文志, 于声援中考取其, 一文通明者, 优讲之, 以招作人利典, 请贝勒以下, 满汉蒙古家, 有声援者, 拒令考试, 于九月初一日, 命诸臣, 公同考教, 各家务得阻挠, 由考仲者, 仍以别丁赏之, 什么意思呢, 现在, 国家需要人才, 既需要文臣, 也需要武将, 文臣呢, 是治理国家的, 现在我们要开会考试, 所有家里头, 有认字, 都让他们来考试, 考上的, 考上一个政府在还你一个人, 给你补贴一个, 你们家不是缺业劳动力吗, 还你一个, 考不上的, 那就不管了, 谁都不要阻挠, 结果, 范文成, 有幸, 就成为这三百多名, 参考人员中的一个, 从这三百多名当中呢, 就录取了一百八十多个, 范文成, 也有幸, 被录取了, 此后, 范文成, 时来运转, 官位不断的升迁, 有的人说, 老师不对呀, 我看的青石稿不是正经, 青石稿都说呀, 哎, 当努尔哈士进攻沈阳城的时候, 范文成与他的哥哥两个人, 是仗剑叶军门主动投降, 努尔哈士一看, 哎呦, 这两个好孩子长得这么漂亮, 谁家后代呀, 说是范仲淹的后代, 然后马上命令, 萧红旗, 这个人是名门之后, 你给我好好照顾着, 咱们将来有大用, 您说对了, 青石稿还真就是这么记得, 不过青石稿这回写的, 可是错的, 他与, 诺尔哈士本人的行为习惯完全不符, 诺尔哈士后今的建立者, 范文成, 青出第一重臣, 没有范文成, 便没有青军入主中原, 这两个人我得罪谁呀, 而这两个人关系很不好, 所以青石稿的作者在做这段的时候, 做了曲笔, 也就是春秋笔法, 婉转的给这事遮过去了, 我前面讲的范文成, 那才是真实的范文成, 有的人就说了, 您净说范文成这么牛, 那么棒,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您还别不信, 范文成这个人, 真是很有才, 天下第一才子, 比他有才的少, 我记得咱前面说过一个人, 那个人也很棒, 也是一个文人, 不是一个武将, 也是一个肩不能单单, 手不能提拦的人, 但是那个人一来, 就生生的把努尔哈是给气死了, 那个人就是明末大将袁崇煥, 有的人已经想问了, 老师我问你, 袁崇煥跟范文成两个人站一块, 您说谁厉害, 那当然是范文成厉害, 袁崇煥, 后今两代大汉, 都收拾不了的一个人, 一个生生的被他气死, 另外一个人跟他斗了十年, 没有任何办法去胜, 在袁崇煥这儿, 你就走不上三个回合, 你就必败无疑的一个人, 范文成说, 我来, 一句话, 我就让你, 袁崇煥, 死无藏身之地, 我, 范文成, 说到做到, 你说, 多尔滚, 他得到了范文成的支持, 他要想夺取清朝的天下, 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这个时候的庄妃, 在1638年, 他已经给黄太极添了儿子, 他要再想, 我的儿子, 要跟范文成, 辅佐的多尔滚对抗, 我们孤儿寡母的, 我怎么样才能赢得这个江山呢, 咱们下回再讲。 横扫东北之后的多尔滚, 已经踏上了征服明王朝的漫漫长路, 两个王朝间的一场血战, 已经破在煤起, 而多尔滚的对手, 大明王朝守将袁崇煥, 也早已做好了一决雌雄的准备, 这一仗, 究竟谁胜谁负, 袁崇煥, 为何最终没有战死沙场, 却冤死在自己人崇祯皇帝的手下, 几连海老师, 为您揭示多尔滚争夺大精地位之名。